童谣 娘子 你受苦了 没有 将功 你受了 娘子 你知不知道 你不在的时候 血神感觉 度日如年哪 妾身也是 时事相思 刻刻煎熬 妙子 相公 你等一下 快看 是个儿子 儿子 是你的儿子 真是个呆子 孩子这么小 怎么懂得叫爹呢 你看学生 真是高兴糊涂了 看看 这是你爹 多谢娘子 好好的 为何有多礼啊 这是娘子 给我生了个儿子 学生才做爹了 娘子真是功不可没 学生 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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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能不谢呢 娘子 听见了吗 儿子说 不用多礼 果真如此 学生没听见呢 能不能让他再说一遍呢 傻瓜 来 抱抱孩子 来 让爸爸抱 来 乖 儿子 多可爱 好 叫爹 真是可笑 这个木瓜脑袋呆子还以为我们能听他的呢 就是 他自己脑袋都要搬家了 吃点吧 还执迷不悟呢 说的是谁 就是那个最大的呆子 董勇 好 好 你再吃点 吃点 来 娘子 你看 儿子生得眉清目秀的 奇象娘子 我看长大了以后一定十分英俊 相公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孩子神情和你差不多 我想长大了会和你一样才高八斗满腹经轮 娘子 将来我们要给他娶一个像娘子一样美丽善良的娘子 让他们恩恩爱爱永不分离 娘子 娘子 你怎么了 相公 妾身此来 是几番哀告母后 母后才准妾身前来送责 等把孩子交给你之后 妾身即刻返回天津 娘子 学生自与娘子一别 已是心痛欲碎 今日我们得以相见 娘子 为何要弃学生和孩子 冲返天界 学生求娘子了 娘子留在人间 不要离开学生 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 祈祥天伦之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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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外面乱得一塌糊涂 怎么了 妓院没生意 都是弄得丑女谁去 大夫不治病 是砖点麻坑点麻子 中雀斑 整个苏州城都议论纷纷都放效 十个丑费是气美追丑 以丑为荣是以丑为乐 本官也正为这事发愁 老爷 不必发愁 惹恼了皇上也是杀他董勇的头 老爷从头到尾 没少落银子就行了 光有银子有什么用 我原来想把这事情办得漂亮一点 皇上一高兴赏我个巡抚当当 谁知道 都叫董勇这个呆子给我缴混了 娘 天洪 God 荣 我我下个四季 天洛 走 阿姛 女 Movie chanting 先赴旨 臣董勇奉旨选妃实名 今特来赴旨 吾皇万岁万万岁 好 平身吧 谢皇上 请皇上过目 董勇 臣在 这就是尔等为朕选的肥子吗 罪臣该死 行了 爱卿奏折朕已看过 此乃董勇一人所为 朕赦你无罪 皇上圣名 谢辱龙恩 董勇 你可这该当何罪 臣不止 你竟敢选如此丑女羞辱寡人 是乃最该万死 启奏皇上 学生历时数于日 选女万于人 才选出国中最出色的女子 限于皇上 皇上岂能不问一二 就全盘否定 还敢乔言抢辩 朕双眼并不昏花 君臣也看得明白 岂能容你指鹿为马 戏弄君臣 启奏皇上 学生选妃乃上尊周岭之教 下寻女儿经所训 以古之贤良女子为楷模 不敢有丝毫偏差 皇上请看 此女体态丰满 敦厚笃实 稳重端庄 毫无半点轻浮娇媚之气 此女扮军不辱帝王之仪 皇上再看 此女手脚粗大 实乃勤劳持家所致 勤劳孝顺 乃是皇妃不可缺少的品行 皇上再看 此女不宜金钗 不失粉淡 具有半薄本分之美德 此女低眉顺眼 轻声细语十分柔顺 且暗熟孤之恋女之所为 皇上 圣人云 够了 君子有九种事情 够了 就算这些女子都如你所说 可本朝江山之广 黎明百姓之多 竟选不出美貌与贤德都将备之女子 起奏皇上 东勇选妃故意替去美女 只是从仇女中选嫌 什么 学生选丑也实乃一片苦心 学生恐军策美女如云 皇上迷恋其中 龙体毁坏 故气美玄丑 确保龙体安康 只有皇上龙体安康 江山社稷 才可安泰 黎明百姓 才可安居 况且 古之美色 悟国悟君者多矣 学生不忍皇上 不咒王 幽王之后臣也 大胆狂徒 玄丑非以示羞辱寡人 又敢以古人昏君诽谤朕 朕岂能饶你 是 推出五门 立阵不待 皇上 皇上 臣死不足惜 你该为江山射击着想 拉出去 是 慢 且慢 董爱卿 董爱卿的话 好像也有几分道理 以江山射击为重 爱卿为朕选丑女为妃 此乃大彻大悟之举 朕险些因为美色而悟了国家大事 快给董爱卿松绑 快 传旨 老师 皆仇飞入后宫 董爱卿终军报国 其心可家 其情可感 其气可配 朕封你为天朝宰相 朱长百官 与朕共担朝纲 同主大业 倾此 谢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 快尝 怪事 怪事 娘子 天大的怪事 什么怪事 能让你唠唠叨叨像中了魔似的 不 不是我中了魔 是皇上他中了魔 皇上中了什么魔 董勇那呆子 选了一大群丑妃回来 皇上一见龙颜大怒 正要把董勇推出武门砍头的时候 皇上突然中了魔似的这么一激励 就改变了主意 说 董勇他选妃有功 还封了他为天朝的宰相 娘子 你说说 皇上他傻不傻貌 连这样的丑妃都要 你说这丑妃 他也算上国色天香 可惜了 可惜皇上那些三宫六院 要是都给了老爷我 给你会怎么样 给我 我连储备都不敢要 你看看你这点出息 同样入朝为官 那呆子都混成了宰相 你呢 还在这傻笑 我 我什么我 还不快去给人家贺喜 我给他贺喜 对呀 宰相没了 你的靠山也倒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草包 如果没有了靠山 我告诉你 三天之内立马被踢出朝廷 是 我去给他贺喜 慢点 你笑一个 我笑一个 我笑一个 老爷 老爷 傅打官人送贺礼来了 好 坐吧 走 娘怎么说 咱们怎么干 娘子 请 好 妹须 怎么了 妖怪 妹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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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这是怎么回事啊 娘子 有许多故事 你还不知道 鬼又来了 家 家 怪啊 妖怪啊 娘子 娘子 大事不好了 那该死的妖怪老婆 她又回来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怎么办 别慌 别慌 我不慌 我明白了 难怪今天皇上有点不对劲 原来是那呆子老婆使了妖法 我这就告诉皇上去 慢着 你无罪无惧 怎么能让皇上相信他是妖怪呢 这 你别着急 我 让我呀 好好想一想 想想 想一个面 你吓死我了 皇上这是咋的了 怎么突然变化那么大 我也正被此事担心呢 圣上说的大彻大乌是真的吗 就算是大彻大乌 也不该把皇妃弄成丑八坏的模样 那也没准 现在董大人是宰相了 朝里的规矩恐怕要改了 那当然了 一朝君子一朝臣 是 公公 公公 各位大臣 公公 皇上是否和新皇妃在一起 皇上身体可有不适之处 各位大臣请放心 皇上一切正常 好 好 好 吴皇万岁 万岁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谢万岁 各位爱卿 天朝情况万分危急 今日 屠物国派来一个法师 其手段法术十分高明 前来与天朝斗法 若天朝赢了 他们岁岁纳贡 俯首成臣 若他们赢了 天朝输了 不但不纳贡 还可能兵犯鞋 众爱卿 有何退兵良策 启奏皇上 平身 董大人满腹韬略 定有高妙的退敌之策 若圣上能允董大人与之斗法 那突兀国法师必不战而退 东爱卿 你以为如何 你以为何要求 启奏皇上 此乃礼部之事 董爱卿 你忘了 咱们还有国宝金簪了吗 启奏皇上 臣礼部上书副官宝愿意突兀国法师斗法 你可有把握取胜吗 只要有国宝金簪在手 臣必胜无疑 好 朕准奏 这是老爷 有生以来干得最露脸的一件事了 我要好好露一手给皇上瞧一瞧 说不定皇上一高兴也扶我个宰相干一干 老爷别说 还真没准 为了老爷斗法必胜无疑 妾身愿与老爷一同前往 也好祝老爷一臂之力 好 不过这法谈有规矩 不让带女子 这好办 妾身半装成一个小道童 跟随老爷左右 不就行了吗 好 太好了 娘子 你还是比老爷我聪明 那 你就帮我里里裙子吧 乖 乖 爹爹在念书呢 娘子 你看我们的孩子会念四书五经呢 净说傻话 这么点小孩怎么懂得四书五经 我不骗你 昨天我听到我们的孩子在念一叶 什么一叶 一乃天体之初万物之实也 真的吗 这么聪明 真的 不信的话 孩子 再念一句给妈妈听一下好不好 傻瓜 孩子不懂 也了 说也也了 说了 说了 好孩子 乖乖 听爸爸念书 都怎么了 闻了 不闹哈 听爸爸给你念四书五经 相公 诗了 什么 他又会做诗了 做诗啦 哈 原来此诗非比诗也 哭了哭了 别哭别哭 笑一个 好了 哈哈 去吧 矮卿, 去吧 请 请 我觉得咱们是赢 请 请 请 娘子 这法应该怎么斗啊 你想怎么斗就怎么斗 大声太医 你给我来了个一条龙 孙子 也有我给你来一个大三远 三生万物 法师 倒有两招 你怎么办 六丁六甲治鬼神 六六大顺 又跟你爷爷玩喜酒令来了 我跟你来 一个酒 是好酒 欲清酒盛统万仙 法师 这小子还真挺厉害的 看我的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以丹田为底练不老之序 好 你个牛逼子老子 你骂我是你肚子里生存的儿子 你等着 那你就是老爷我肚子里放出了的屁 甭 法师 他骂咱们不如摊他屁股 气死我也 你还没有 对 娘子 逃命了 快跑 谁在 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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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使饶兵 小刀认输了 费气 博人厉害 赢了 赢了 我赢了 赢了 我赢了 我要领赏去 我要领赏去 金丹的 金丹的 在这呢 你呀 赢了 陈礼部上书副官宝斗法完毕 前来复旨 爱卿今日出手果然不凡 真让朕大开眼界 好 快些免礼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 不过愿为天朝 岁岁纳贡 俯首成臣 跪下 是 听见了吗 岁岁纳贡 俯首成臣 万岁万岁 万万岁 回去告诉你国君主 天朝人皆地灵 旷使其宝更是数不胜数 今朝斗宝就依你之见 如果再无端挑起事端 朕一定出兵 法治 臣遵命 你还有何事 听说天朝国宝乃是王母娘娘的心爱之物 不知可否让贫道开一下眼界 目睹一下郑国之宝 此有何难 皇上 把国宝呈给法师一看 谢皇上 皇上 你欺无贫道 法师 何出此言 自国道均无戏言 皇上既已答应让小道开眼界 何必又以贾宝戏怒小臣 你说什么 这怎么回是假的 这怎么回是假的 董爱卿 快快查看 是何道理 欺骗皇上 法师说的对 是假的 这怎么 大胆 我 我 皇上 快说 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国宝金灾现在何处 如实将来 皇上 这金灾一直是我家娘子她拿着的 我 什么 张乔嘴 对 她现在何处 她呢 她就跟在我后边就是小道童 速速宣张乔嘴进剑 宣张乔嘴进剑 报 皇上 启奏皇上 傅大人家的小道童已经不知去向了 好 你们这是早有预谋 合伙盗保 该当何罪 皇上我冤枉了 我没有 来人 把他打入死牢 皇上 我冤枉了 皇上饶命 饶命啊 饶命啊 全国缉拿 张桥嘴 立刻执行 是 吃饱了先睡一会儿好不好 睡醒再办个洗澡 是 好不好 好 当心啊 有客到了 姐姐 是何时又来凡间体察鸣情的 为何不事先告诉小妹一声 贤妹现在如此神通广大 还用告诉吗 现在不是也不请自来了吗 你现在是富贵欺荣 何家欢乐 其乐无穷 可我呢 却被你害得先不先 人不人 鬼不鬼的 你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既贤度能 贪心不足 时到今日 脚上的泡都是你自己走的 好 我不与你计较也就罢了 你反愿起我来 愿你 好 今日 我就让你尝尝 聂子杀夫的滋味 把孩子帮走 是 Northeast Anda 慢慢来 拒组 行 走 去 快点 你怎么回事 相公 相公 娘子 娘子 你去了何处 娘子 你怎么了 是不是岳父大人又派来乞丐亲戚 抓你回去 没有 相公 我问你 今次如何落在贤妹手中 是贤妹 在负大官人斗法之时把金菜骗到手了 现在皇上 已经把负大官人打入死牢了 贤妹现在已是恶魔缠身 穷凶极恶 其实刚才与他恶斗一场 他虽败走 可还会再来杀父灭子 这如何是好 相公和孩儿须实时不离妾身 才可保你父子平安 都怪学生 都怪学生不该进京献保 也不会招此祸端 相公 一切都是被迫如此 你何须自责呢 娘子 如果我们躲过此难 你我夫妻二人 你我夫妻二人就带着孩子 赐官回乡 回到七霞镇 咱们从此南庚女支 过恩恩爱爱的日子好不好 好 天地忙忙 时事多变 但愿咱们能随天月 梦想成真 出脱苦海 好 你 你看 这个跟你很配的 这个 你看 你看这个怎么样 好 好 多少钱 十文钱 十文钱 好 我要了 好 来看看 来 给你钱 走吧 走 冰糖 吃饺子 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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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吃几个呀 想吃几个呀小珍 五个 平常吃四个 今天怎么吃 好了 快好了 哎 喂 你消了眼睛啊 对不起小姐 小孩子不懂事 静小姐原谅 别怕孩子 你十五个 是成心的 人家 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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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会儿看 固孩子 还未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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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 这怪不怪 还有错了 这饺子变成智元宝了 哪有这样的好事 来 看看 这不太怪了 这不太怪了 这不太怪 大伙看看 饺子变成智元宝了 真是怪兴 爱卿 近日数本奏折 解报京城百姓人人得宝 人人皆想得不义之财 如此下去 天下必要大乱 爱卿有何良策制止 此事是奇怪 恐怕有妖孽作怪 待学生查明原委 再向对策 好 爱卿速去查明 平息此事 注意 切记 要快 臣遵旨 下足够 要快 好 拍摄 只好 不愧 快 点 一 功 这样子 此法可行吗 向我放心 变化处的金银就会现出原形 变化暗 快走 老天爷抢罪了 董爱卿 董爱卿 臣在 即可想办法 排除这毒诈 快 快去 臣遵旨 快点 快 快 臣遵旨 快点 娘子 相公 娘子 你没事吧 娘子 快快施法 把毒账退掉 妾审的先令 只可保咱一家不受毒害 那怎么行啊 学生献为宰相 怎可只求自身安稳之礼 妾审也知此理 所以一直等相公回来商议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只要能够退掉毒账 什么办法都可以 要出毒账 就得求救父皇才行啊 娘子 那还不快求求他老人家 还等什么呢 你 一旦上表父皇 妾身再犯天条之罪 就要败露 毒账消除之计 也就是你我夫妻分离之时 是 样子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若如此 咱们只有舍小家来救大家了 那妾身马上上表父皇